我們回到第二節 我們繼續回顧在2022年的科學和科技上的特化 我們剛才提到人的器官的移植 但是最好的就是不要搞其他人 我們可以在豬的腦子移植到人的腦道 我們可以開始做到這些事情 那就不是腦子了 今年的年頭 我們的節目還沒開始恢復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宗很震撼的科學新聞 就是說有一個心臟有病的人士 他沒有其他選擇之下 他只是冒險地接受這個豬的心臟移植 其實這裡我們很久都知道 動物的器官移植到人 基本上都是歪的 那麼歪的問題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我們剛才有提到的 血型的問題 豬血人血不合我們很容易理解 另外就是人的腱液系統會攻擊這個外來的豬心的細胞 這個我們已經是一路已知的那種 無論是在血液層面還是在整個的器官組織上 器官細胞上它那個排斥的效應 都是一個前在問題 我們都要克服了它 而要克服了它 大家都是由基因科學去入手 那這樣其實我覺得都挺震撼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原來在今年的時候 其實慢慢形成了 原來在醫學上能夠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能夠透過基因剪接的技術 它令到一隻的豬 它生出來的那些器官呢 是基因上應該能夠跟人類吻合的 就是很強調 它本身都是豬肉的細胞 豬心肌肉的細胞 但是這些細胞上面的那些這樣的特徵呢 竟然都可以做到人類的免疫系統 不會攻擊它 不會排斥它 然後連帶的就是說 它接受這個人的血液的時候 這個豬心自己也都不會排斥這個人的血液 就是說它一次過將那些這樣的體液 和細胞本身的那些排斥的作用 將它用一個基因的手段 就砌到去吻合 這其實牽涉到那個基因剪接技術 加上幹細胞科技 因為你是需要將那個基因剪接技術 將那些帶有人類基因資訊的東西 去剪入去一個豬的胃胎裡面 你玩得到胃胎 其實你都是用 玩到胃胎幹細胞層面的這些東西 於是乎就生了那隻豬的出來 在裡面拿出來的那個心臟這個器官 其它的其它部分 至少在心臟這個器官那裡 我們就可以盡量將我們知識上面 知道會有排斥的那些風險 全部就是排除了它 透過基因的手段 而最後的結果 不知道台長你都記不記得了 就是這次這個移植手術呢 你覺得算不算成功了? 就是手術成功了 但是病人已經死了 就不是即死了 是啊 不是即死 它還要是能夠有一段期間 是不是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後面寫了兩個月了 是的 就是都有六至八個禮拜的 兩個月的時間呢 個人是完全恢復了意識清醒 心臟機能看下去沒有問題 然後看到一些預合的跡象 但是在過了這兩個月的時候呢 那個心臟突然之間自己呼吸了 那於是這位人士呢 都再得不到一個新的心臟去支援 那他們都生命完結了 但是這次來說 一個最大的突破就是 似乎我們去靠近這個二物種 不是相同的物種 那個器官移植走近了一個很大的一步 那接著來的問題就是 那爲什麽是熬了兩個月突然之間會死呢? 那在今年稍後的一些follow up的研究 我們看到呢 原來跟那個排斥效應沒什麽關係 其實由頭到尾呢 就是我們都看不到那個人類的身體 在那裡排斥走了這個豬的器官 那所以它一直是運作是正常的 但是出現了一個問題呢 就是現在都應該是 就是相對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說法呢 就是說這個豬心自己呢 在微移植到人身上的時候呢 已經是感染了有一些豬的病毒 是豬絲感染到的病毒 那這種病毒可能大有趣啊 進了一個人裡面 它也不會對人有什麽影響 人的面反應也都不管它有什麼存在 它也都不能夠襲擊到人的器官 但是它就停留在這個豬的心臟裡面呢 不停地去襲擊這個 移植了那個豬的心臟裡面 那麼這裡就看到呢 就是你發覺呢 就是計對這麼多東西 原來最後就計漏了一樣呢 就是說它有一種自帶的 自體裡面帶的病毒呢 就隨遇移植的過程呢 就進入了人的身體 人呢不是因為這種病毒而死 但是它這個這樣的豬的心臟 就會因為這種病毒而受到破壞 那麼大家怎樣去得到這個結論呢 那除了找到這個病毒之外呢 就是看到那個豬的心臟的膚死 那個過程呢 就不是遵循似闊 就不是說受到這個人類免疫系統 那種襲擊的那種這樣的反應 而是它突然之間是各個部分 同一個時間突然之間一起這樣去衰竭 一起去難約 那令到它不再能夠去生存下去 那麼好了 那麼下一步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 將這個準備移植的心臟 去徹底地去消毒 再去移植去人那裡呢 那就成為下一個課題了 那麼就算是可以的時候 會不會這個人類以後 不知道怎樣接觸到這種豬的病毒的時候 它周身都沒事 但是就襲擊到那個心臟 那會不會又很閉毅呢 就是這個呢 就對於那個微生物的那個世界 那個疾病的世界 我們似乎就是還有一些事情 還未搞清楚 就是要在這個跨物種的器官移植成功之前 除了那個的貶疫系統 排斥反應 原來還有就是本身它自帶的一些疾病 都是一個越考慮的因素 但是我們會覺得呢 似乎那個目標越來越近 能夠做到兩個月 那麼我覺得就 而且一個人中間的意識是清醒的 感受到自己是真的有過其他動物的心臟 在自己身體裡面 那麼這件事情就很科幻了 聽下去 但是呢 就至少成為了這個 就是好像看起來成功過幾個星期了 是啊 就原來這個跨物種的器官移植呢 在1964年的時候已經有了 嗯 是在美國 墨西西比大學的一個醫生 將一個星星的心臟移植 在一個68歲的人裡 這樣就不成功了 我想那個想法就是說 咦 星星和人都接近了 你拿他的心來試一試 結果就不行了 但是科學一定是這樣的 試過很多次 才能吸收到那個經驗的嘛 那麼現在呢 會不會說 就是觸發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去 將一些的動物改造了 經驗改造 去等到這個科技成熟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器官農場那樣 將它移植在人那裡呢?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更加 就是會更加可能發生了 那麼剛才我們講過 上一節去提到的就是說 我能夠將人類的器官保鮮這樣 然後就令它移植的可能性更大 那麼這個是純粹 令到我們原有那個器官 捐贈的那個網絡去加強了 但是如果你想為人類 提供一個更加充足供應的器官樂園 去打這些動物主義 就似乎就會走到這一步 但是大家都覺得 哇 特意養一隻豬出來 去生一個自己的器官 其實聽起來 你都會覺得好像 有些可能有些道德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是吃齋的信佛 我想你一定不會接受這種手段 因為絕對是殺生的 這個就是 而且那個動機也都不是很純潔的 如果這樣理解 你真的完全將它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 才去養它出來 但是為什麼要打動物主義呢? 純粹如果你說從科學那裡看 你要養大一隻豬 那個時間比較短 就是你 還有很多器官就是你沒有選擇 你腎 你就可以一人share一個 大家一起繼續生存下去 繼續用 肝你也可以 我切了三分二的肝出來 給了你 然後我自己懂得生出來 大家又都繼續生存下去 但是如果說的是心臟這些 一人只可以有一個 你不可以捐一半出來 大家一起用 大家一起不用死 所以去到心臟的器官 為什麼要特別想到 就是要用到其它動物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如果不是 你只能夠依靠一個 可能是老暴死亡的不幸者 才可以捐到一個心臟出來 還要看看很可能 它未必一定是對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 這個跨物組的器官移植 為什麼率先要打心臟的主義 是啊 還有考慮兩件事 就是那個動物本身 和人的基因是否接近呢 是啊 還有它整個 那個動物種本身的身體機能 它心臟的大小和人類合不合 豬是相對比較理想的 你說黑猩猩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說黑猩猩 你要圈養 那個生命周期 相對比豬還要長一點 所以你說如果對人類來說 和豬相處多於和黑猩猩相處的 所以那個 而且豬很多時候在這樣的器官 而這隻器官研究那裡 經常是被人放上桌子去做研究 所以我們很多的資料 是由豬那裡來的 那你說會不會是羊都可以 那我覺得不奇怪 是啊 那如果看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理解到這些器官本身 和那個人的接近性 比如說哪一類器官 其實人是最容易接受的呢 如果以豬來說 我都只有說那個心臟 但是如果其他器官來說 不合的理由多很多 比如肝臟啊 腸道啊 這些可以很不同的 那反而心臟來說就相對比較簡單一些 那腦就更加不用想了 整個神經系統都不同 那所以就 現在這樣想想想想 都是講神啊 和心這些這樣的器官 那剛才我們第一次提到 就是譬如那個器官本身 它可以獨立 就是脫離了身體 譬如如果我們之前講過 譬如老細胞這些 是不是都可以脫離了那個身體 就是繼續是依附在一些的物件裡 那這裡就要 就是其實什麼器官都有人去玩的了 很多時候就是 由一些器官的幹細胞開始 然後看一下它形成這些這樣的器官仔 就是那些在講一堆幹細胞 形成一個小小的肝臟的小小器官 一堆老神經細胞聚起來 就似乎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老部器官 那會不會是那些肺又可以神又可以呢 那也是我們不停地去玩的 但是當然啦 如果你說老神經細胞 今年又是有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就玩得很瘋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也有介紹去提的 就是說 我們今年科學家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能夠將一堆人類老部的老神經細胞 而這些老神經細胞 是由人類的那些幹細胞去培植出來的 就將它去注入到 在一個老鼠的胚胎那裡 然後令到這個老鼠胎 伴隨著這個人類的老神經細胞 在這個老鼠腦那裡一起成長 然後也都看得到 它能夠融合在這個老鼠腦部裡面 甚至乎它在運作中 能夠給出一定的神經反應 是的 我們剛剛說了這個就是說 那個老細胞 放在一個地方裡 可以自己玩這個電子遊戲 玩這個70年代的Point 這個就是另一個單 這個也是很瘋的 但是不如我們先講你那個單 其實我們那一集就exactly講了這兩單 就是說我們怎樣去控制 一堆在一個培養碟上面的老神經細胞 其實是兩組 然後就教會他們 怎樣去認識到 要將這些信號去接著 還有然後懂得去給反應 就是為什麼他們會懂得把貓球這樣呢? 其實因為老神經細胞本身有一個本質就是 他懂得收信號之後給反應 來去決定放不放一個信號出來 如果你收到什麼就放什麼呢? 就好像有一點就是你接了那個波 懂得把那個波彈出去的意思 那麼現在就是呢 在這個實驗室的這個環境之下 有兩組的老神經細胞 一左右去分工 你會發覺就是一組去發射個信號給另一組的時候 另一組懂得去相應地 去給一個反應來去刺激對面那組 就好像似乎他們兩個在那裡 互相放個波給大家去接這樣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在一個實驗室內的老神經實驗 但是我剛才講的那個呢 如果老鼠那個呢 其實就更加瘋狂了 因為真的講到呢 去將那個老神經細胞 放在一個活體的老鼠那裡 是啊 放在老鼠那裡竟然是可以 就是繼續存在那裡那裡恐怖 那會不會搞一下老鼠會有了這個人的基因呢 那還未去到這麼嚴重 那當然那個被人這樣玩的老鼠呢 他的腦裡面是有人類的神經細胞在那裡 那是不是代表他有一個人的意識呢 那還未算 那為什麼這次要這樣打老鼠的主意呢 那其實呢 如果你就這樣把一些老神經細胞去打入一隻 成熟了的老鼠的腦裡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就是它可以生存一陣子 那但是呢 因為整個營養供給系統呢 就不是說與生俱來就是預先搏敗了 那所以打了它呢 它不排斥都會偷笑了 基本上它都會有那些人類老細胞慢慢膚死了 那所以實驗人員呢 去想怎樣可以建構一個 能夠給老鼠自己本身腦裡面的 那個營養供應系統 來去供給到這個人老細胞生存的話呢 首先最好的就是說 讓那些這樣的人類老神經細胞呢 在這個老鼠還在胚胎的情況之下 伴隨它一起成長 就是隨著那個老鼠它一路去發育 不只是身體啊 那老婆一路發育的時候呢 它整個的營養供應系統呢 是一路去照顧那個外來注入的人老細胞的需要 於是你就會看到呢 到那個老鼠成長之後呢 它有一些人老的神經細胞在裡面之後呢 而這些神經細胞呢 是能夠跟老鼠自己的老本身的老神經網絡 是連結在一起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實驗最巧妙之處 然後呢 這個實驗其實最瘋的東西呢 不是純粹為玩而玩的 而是呢 它是想看一下呢 這些這樣的老神經細胞呢 究竟在寄生在這個老鼠的腦裡面之後呢 會不會有懂得給神經反應 那最後呢 就是發覺是可以的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它 預先設定的一些實驗裡面呢 除了知道它 就是用一些螢光的顯影 知道它在腦裡面哪個位置確實存在了 也都可以探知到就是說呢 如果在一些特定的刺激之下呢 照計就會是那些人類老神經細胞給出來的反應 那所以呢 這次叫做呢 第一次成功將一個人類這個物種 的這個老神經細胞 順利地跟這個老鼠的腦去融合在一起之餘 也都可以建立一個實驗來看它的運作 那所以呢 這個也是今年度那個呢 它就不是玩基因科學了 就是那些講神經原科學呢 那個瘋狂的地方 好了這次我們要結束 我們下一段就回來 來吧 好 梁錦祥工作室 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讚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